首都吉隆坡印度清真四路上个月发生地线 导致一名印度女游客坠落八米深坑至今都找不到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调查后发现 这次地线事故是由多重因素造成 包括人为活动、天气和地下水土流失 政府也强调吉隆坡还是可以安全居住 首都吉隆坡印度清真四路上个月23号突然发生地线 导致一名48岁的印度女游客掉落八米深坑 搜救多天都找不到 搜救任务最终在上个周末喊停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今天发声明称 由吉隆坡市政局领导的土壤结构工作小组 将在三个月内完成地线事故的岩石工程报告 调查发现这次地线是由多重因素造成 包括人为活动、天气、地下水土流失 导致侵蚀等等所造成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 透过矿物及地球科学部协助 对天坑事件进行地下结构调查 部门使用碳地雷达设备 掌握事故地区的地质、地层以及地下公用设施系统 协助当局进行全面恢复工作 文告指出 吉隆坡的土地是由30%的石灰岩和70%的花岗岩及堆积岩组成 尽管发生地线 但吉隆坡仍然是一个能够安全居住的地方 只是天然资源部建议有必要加强涵盖地下结构的监测 维护、程序以及地下调查方法 以识别和防止可能发生的地面下沉或山体滑坡等等潜在威胁 但吉亥丧通过去 小伙设设问 一切都会有限了 吉亚